剛剛看到的是蘇智峰接受CNBC專訪 那他仍然對於AI非常的興奮 沒有錯 大家看到AMD過去好不容易超越了Intel 在CPU的領域 現在在GPU的領域呢 大家就喜歡拿他跟輝達做比較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拉綱主持人也是這樣子在問他 但是蘇智峰當然沒有正面去回答 他只提到說 再怎麼樣市場不會有一家獨大的 也就是說這個市場不可能輝達全部吃下來 因為畢竟呢 這個AI的應用是越來越廣 所以蘇智峰就提到幾個數據 他提到說到 他們預估到2027年的話 整個AI加速器的市場 一年可以有4000億美金的規模 這樣聽大家都沒有什麼感覺 我去查了一下 以今年來說 預估市場大概只有400億 所以今年是2024 三年以後要變4000億 是10倍 那再給大家更誇張的數字 還有投資機構 如果到2030年的話 全世界的AI加速器市場 是1.5兆美金 所以難怪蘇智峰就說嘛 不可能有一家獨大嘛 沒有錯現在揮打很厲害很強大 可是不是每個人都需要花那麼多的錢 用那麼貴的代價買進AI相關的晶片 或者是伺服器啊 那所以其他家還是都有機會嘛 因為畢竟應用是非常非常大了 好那不管是誰家 欸我想最後贏家一定是我們的台積電啦 好那這兩天傳出來好消息喔 就是大家一直很關心你這個台積電 亞利桑那廠到底什麼時候才可以量產喔 欸這時候告訴你初步的好消息是 一期的工程已經試產成功了喔 所試產的晶片是蘋果的A16的晶片喔 他所用的製程是N4P喔 不過這邊必須說明喔 有些這個媒體寫錯 N4P其實是5奈米製程的加強版 他並不是4奈米喔 因為當初的規劃一場本來就是5奈米嘛 他們沒有辦法去生產4奈米 如果要更新的話是未來的2場3場才有可能喔 好那當然大家就去問啊 因為這消息傳出來並不是台積電自己官方公布的 所以就很多人當然就要去問台積電 這件事情真假欸台積電也沒有正面回答 他只說呢 我們現在正在按計劃的進行喔 非常的順利 而且呢很重要一件事情喔 能夠量產成功 他意味了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的量率的關鍵 現在傳出來的消息是他的量率跟在台灣生產是差不多的喔 很多人就擔心你美國就算你能夠做出來 你量率能夠跟在台灣一樣嗎 欸這是兩回事嘛 好所以呢到底是不是真的如此 我們就拭目以待喔 好不止這樣子喔 現在除了一期工程已經能夠試產成功 還有二期工程的部分呢 欸據說也開始裝機了喔 所以呢如果順利的話呢 一期的部分呢在明年上半年就可以正式量產喔 好那二期的部分大概就是2026年 所以大家就去對比欸 三星也在美國投資的這麼多嘛 尤其在德州他也蓋了一個很大的廠 可是呢三星什麼時候可以量產啊 之前其實我們在節目也提過 三星其實在德州廠其實在裁員的 他覺得他要跟台積電比是幾乎是沒有一面 所以呢現在預估三星要能夠生產也是2026年以後的事情 那英特爾就更不用說了 英特爾什麼時候他能夠做都是遙遙無奇的事情喔 好那附帶一提呢就是目前台積電亞利桑那廠的總經理 原本是這個哈里森呢他宣布退休 那接任的這個人大家就要特別去注意喔 他叫卡斯塔納里斯呢 他是一個菲律賓裔的女性的總經理 他在台積電已經工作了27年之久 對而且如果真的如大家現在傳言可能是他接任的話 他將會是台積電的子公司裡面第一位女性的總經理 這非常不容易 這也告訴我們台積電呢是適才所用 不管你性別不管你種族不管你的國籍喔 這絕對是一件好事情 那當然我們另外也關注台積電在日本的部分喔 那現在有有日本的媒體就開始傳出來說 當然大家現在是很多日商都想跟台商做生意 不管是直接跟台積電或是台積電的這些供應商 好可是呢很多日商呢就說 哎呀他們遇到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什麼問題呢 台商的節奏怎麼這麼快 因為就日商的習慣 我要跟你生意往來 一開始我就會先禮拜性的拜訪幾次 之後呢才跟你談談生意的事情 可是台商不是喔 就讓我打個比方 就好比說男女交往我就直接問你 想不想結婚不想結婚 我們什麼都不用說了 那可能站在日本的角度說 哎我們先交往看看再往後想嘛 簡單說就是台商說 你要來拜訪我不用講那麼多啦 你先報價第一個 第二個你再告訴我 你跟你的競爭對手 你又哪些長處 哎講白了 有覺得有機會了 我們再往下談 你就不要再給我什麼禮貌拜訪 沒這個的啦 那個太慢了 所以這對日商來說 他們覺得真的是不太能夠適應這樣子的文化 那除此呢在九州當地呢 像很多的媒體都把九州稱為日本的系島 那當地的銀行就去統計 因為台積電的進駐之後 至少已經有七十二家的外商公司進駐熊本線 注意喔 只有算熊本線 有些不見得在熊本線 可能稍微遠一點喔 那其中當然最多的就是台商 幾個代表性的公司 譬如說做這個綠能這家公司 綠是過濾的綠 顧名思義他們就是在做空氣的濾清 跟水的濾清 大家也知道無城市這個東西很重要嘛 再來知名的這個漢明科技 他們是做設備做材料 那現在他的子公司漢明測試系統 在做這個探針砍 那這是半導體測試很重要的零件 那另外重越大家就很清楚 那當然是做特用化學 現在都已經去進駐到這個熊本當地了 那我相信隨著台積電 在日本持續擴廠 會有越來越多的外資 想要分一杯羹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